现在这个学会大家工作都很繁忙 能够把工作放下念四十九天佛不太容易 所以澳洲这个四十九天的念佛法会 参加的人我们放宽一点 不要限制那么严 他能够参加一个星期也好 参加两个星期也好 全程参加当然是最好 我们可以登记把这个如果人太多了 我们这个时间从容来分配 务必识念佛堂每一天都保持四十八个人以上 不会少过四十八个人 佛家说 消灾灭难 念佛是第一殊胜的法门 众生 业障集中 在佛法里 八万四千法门 任何一个法门 都摄取了效果